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无论是他的人或心 我都不要了 这是我生下女儿坐月子的第十五天 裴星舟从未回来过 因为我在铲床上拼命阻止了裴星舟给我的孩子取名思雨 裴星舟就对我一脸失望 他对我说 思雨不过就是个名字而已 质问我为什么非要这么斤斤计较 可是我不甘心 凭什么 他裴星舟到底凭什么 让我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宝贝女儿的名字 成了他表达怀念白月光的工具 可哪怕我因为这件事情 在铲床上气到血崩 裴星舟还是趁着我被医生护士推进ICU抢救时 给孩子上户口用了裴思雨这个名字 我一个人在家中抱着墙宝中的女儿 就因为苏语一句 其实坐月子没有老话说得那么严重 他朋友一个人坐月子照顾孩子都是轻轻松松的 所以裴星舟就理所当然不给我请月嫂 暖暖 妈妈的暖暖 我轻生换着自己给女儿娶的小名 想要给孩子喂奶 却发现因为这件事情 我早就气到没有什么奶水了 墙宝中的暖暖 饿得哇哇哭 此刻我再也忍不住跟着近乎崩溃的痛哭 我跟裴星舟是在孤儿院里做义工认识的 那时的裴星舟一看见我 就对我展开追求 可无论他对我多好 我都没有心动过 直到那一次 我因为工作遇到几个混混 裴星舟为了护住我 连命都不要 我封闭的心门 这才缓缓打开 我是个孤儿 裴星舟的出现让孤独的我感受了爱跟被爱的感觉 他说最爱我的善良 可婚后我才知道 裴星舟当初追求我 不过是我的眼睛有八分像苏宇 多可笑 我跟我的女儿都成了裴星舟怀念苏宇的工具 裴星舟跟苏宇是大学时的恋人 后来快结婚时 苏宇为了能出国发展 甩掉了他 没有想到裴星舟不但不恨他 反而自此 把苏宇视为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门口传来脚步声 房门被打开 是裴星舟回来了 我刚要开口 向裴星舟求助 我的胳膊因为这十几天 没日没夜地抱着暖暖 骨头又酸又痛 我红着眼眶 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星舟 暖暖他 裴星舟醋眉 什么暖暖 我都说过了 他叫裴思雨 我真是不懂 你怎么就这么小气 不过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还有你看看家里乱的 还有思雨哭了 你难道就不知道好好照顾吗 我红了眼圈 想要跟裴星舟争辩 可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一顿有营养的饭菜 浑身无力 我没奶 你能帮我去炖个鲫鱼汤吗 我有气无力地恳求 裴星舟的父母嫌弃我是个孤儿 又只是生下个女儿 所以压根不管我 连看都没有来看过我女儿一次 我以为我这样说 裴星舟会因为心疼女儿 想起她做爸爸的责任留下来照顾孩子 裴星舟不耐烦地醋美 美奶不是你自找的吗 还有不就是个鲫鱼汤吗 你自己不会炖 说完 裴星舟甚至还不等我开口 就转身离开 裴星舟 我在背后大声喊着她的名字 可回应我的 只有裴星舟重重的关门声 裴星舟走了 我抱紧墙堡中的女儿 突然想起热恋时 裴星舟对我说过 往后余生 她会倾尽全力 不让我掉一滴泪 我最怕孤独 裴星舟求婚时 曾经对我说过 以后她会给我一个家 让我不会再孤单一个人了 耳边女儿的哭声让我焦躁 这一刻 我突然有些迷茫 想起一句话讽刺的一句话 婚姻到底带给了女人什么 这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最想要的家吗 我没办法 只能叫了外卖 点了奶粉跟鲫鱼汤 外卖员到时 我拖着疼痛的身体去拿外卖 却在回房间给女儿泡奶粉时 看到了苏宇发的微薄 感谢我的骑士 为我炖了两个小时 才炖好的猪蹄汤 照片里 裴星舟穿戴围裙 看向苏宇的眼神 是从未对我有过的温柔 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可悲又可笑 暖暖饿肚子的哭声 还有我坐月子时的求助 裴星舟视若无睹 他不顾我从ICU里九死一生抢救回来 就连为我炖一碗鲫鱼汤都不肯 却愿意为了健健康康的苏宇下厨房炖猪蹄汤 也对 反正自始至终 我这个妻子对裴星舟来说 不过就是个替身而已 她不爱我 自然不会爱我们的女儿 我给强宝中的女儿泡完奶粉 然后强人眼泪喝鲫鱼汤 可眼泪还是一滴又一滴地滴进汤里 可我还是逼自己喝完 我知道自己不能倒下 裴星舟这个爸爸不爱暖暖 我爱 失业 好不容易我把暖暖哄睡着以后 我手机收到一个匿名号码发来的视频 点开视频后 我看到裴星舟最熏熏的抱住苏宇诉说 对我的不满 和言真是没用 家里家外都照顾不好 让思宇就知道哭 还有身材走样 他都不知道管理 更让我受不了 是一靠近他身上的那难闻的奶滋味 我真是后悔选了他 他也不想想 当初要不看他是个孤儿可怜 我怎么会娶他 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竟然还这么无理取闹 我听到裴星舟这句话 浑身的血液仿佛倒流了斑 裴星舟竟然嫌弃我孤儿的身份 可我们刚认识 我就从未隐瞒我是个孤儿 我是个孤儿没错 可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放弃过自己 自暴自弃 成年以后 我因为优异的成绩 还有出色的工作能力 成了企业高管 没有他裴星舟 我照样可以过得很好 完全不需要他可怜 我低头看向自己有坠肉的肚子 裴星舟说得不错 我身材是走样了 可我才刚生完女儿 月子都还没出 他想让我怎么样减肥 用命减吗 我不明白 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 明明是裴星舟知道我怀孕以后 逼我辞掉高管工作 说会对我跟孩子一辈子好的 视频里 裴星舟越发抱紧了苏语 他说他的心永远是他的 而他的人则是因为责任感 所以才给我 我近乎崩溃地看完视频 可捂住嘴巴 不敢让自己哭出声 吵醒暖暖 何言 我劝你最好知难而退 毕竟要不是你长得像我 裴星舟压根不会看你一眼 我知道这是苏语对我的挑衅 第二天 裴星舟终于回来 可却带着苏语一起 苏语一进房门 就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可当着裴星舟的面 他依旧装作对我亲热的样子 思语来让阿姨抱抱 苏语叫着暖暖的名字 却含情默默地看着裴星舟 我抱紧了女儿 冷冷看着她 苏语装作委屈斑红了眼 星舟 何言好像不喜欢我 要不然我现在就走 裴星舟自然见不得自己白月光受委屈 他谴责地看着我 何言 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啊 你难道不知道阿宇今天为了来见你 特意去挑了多少礼物吗 你不知道谢就算了 还这么无理取闹 我悲伤地看着裴星舟 我为什么要谢谢她 谢她当年为了出国抛弃你 再谢她知道你结婚生子以后 又不要脸地破坏我们的婚姻吗 何言姐 你别这么想我 我跟星舟说清白的 提到往事 苏语哭着跑了出去 裴星舟想要去追 可却被我立声叫住 裴星舟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当初决定跟我结婚 到底是因为长得像苏语 还是你爱我 哪怕只是一点点 如果你爱我 就不要走 在这里陪着我跟女儿好不好 女儿还那么小 她需要你 我的泪水在眼眶流转 放下自尊恳求她 卑微地祈求裴星舟的一点爱意 我当然爱 裴星舟眼眸犹豫 她本想留下 却在看到苏语发的可能要自杀的短信 脸色立马就变了 她满眼都是对我的厌恶 何言 都是你干的好事 要是苏语出了什么事情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裴星舟还是转身走了 整个家里只剩下我跟暖暖 半夜 我半梦半醒时 突然闻到一股很呛的烟味 暖暖也哭了起来 我这才发现不对 抱起女儿想要打开家门 却发现门把手烫得吓人 我想起曾经在社交平台学过的消防知识 立刻意识到了火已经烧到家门外 在拨打了119以后 我下意思打给了裴星舟求救 可打了好几个电话 裴星舟都没接 暖暖因为吸到烟味 已经哭了起来 我抱紧她 很是心疼 怎么就不接电话 裴星舟我求求你接电话吧 救救我跟暖暖吧 大火烧坏了电路 眼看着我手机快没电时 裴星舟终于接了 我刚想开口 裴星舟却怒气冲冲 先吼了我一顿 何言 你有没有用搞错 你知不知道何言发烧了 我好不容易把照顾到睡着 你还老是打 不是的 裴星舟家里起火了 你快回来 我好害怕 暖暖一直在哭 我的身体下意识颤抖 可电话那头的裴星舟 言语间满是讽刺 何言 你耍这些手段好玩吗 还有 我的女儿从来只叫思雨 叫暖暖的 可不会是我的女儿 此刻的我早已经 无心跟裴星舟争辩 真的起大火了 裴星舟我跟女儿困在家里出不去 求你了 快回来 救救我跟孩子好不好 算我求求你了 救救我们的女儿 看见家门已经慢慢渗进浓烟 我的语气越发着急 可就在这时 我在电话里听到了苏语 孱弱喊裴星舟的声音 随后裴星舟就挂断了电话 再也打不通了 我抱在暖暖躲在了卫生间 将门缝慌张地用毛巾堵住 可浓烟还是一点点渗透进来 纵然我用了湿毛巾 将暖暖的口鼻堵住 可她还是个婴儿 我眼见暖暖的哭声越来越微弱 心中也越发绝望 正当我以为 我跟暖暖会死在这里时 突然卫生间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 消防员的及时到来 就吓了我跟暖暖 等到第二天 裴星舟接到消息 赶到医院时 她看到在重症病房的我 立刻眼神发亮 高兴地抱住了我 妍妍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思雨呢 她怎么样了 她 裴星舟话刚说完 我就给了她一耳光 何眼 你凭什么打我 裴星舟被打偏过脸 眼神不可置信 我却感觉心神俱疲 我好累啊 已经不想再爱裴星舟了 被大火困家中的事情 也让我明白 裴星舟的心始终都在苏宇身上 我拉不回来 我拉不回来 也不想拉 这次无论是裴星舟的人还是心 我都不要了 裴星舟 我们离婚吧 我闭上眼睛 不愿再看她 我原本以为裴星舟听到我提离婚 肯定会迫不及待地答应 毕竟在视频里 她对于我的嫌弃异于言表 而之所以还愿意跟我存续婚姻关系 也不过是因为责任而已 何眼 你要跟我离婚 裴星舟想要发火 可还是生生忍住了 为什么 何眼我知道你是因为起火的这事情生气 但现在不是你跟孩子没有什么事情了 你跟思雨不也是好好的 而且我拜托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起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隔壁邻居电器使用不当 才会烧到我们家 何眼真的有时候你该成熟点 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乱怪人呢 裴星舟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我终于忍不住睁开眼睛 然后又给了她一巴掌 接着将她按在病房门口 裴星舟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里面躺着生死未卜的孩子 是你的女儿 她还那么小 就受了那么大的罪 可在我们母女陷入危险的时候 裴星舟你在做什么 我问你啊 我眼眶寒泪 突然想起来怀孕时 裴星舟经常把耳朵轻轻放在我肚子上 她说这是她第一个孩子 等到孩子出生 她一定做一个最合格的父亲 可现在还在重症病房的女儿成了她曾经承诺最大的讽刺 对不起 合言 可是苏语当时发烧了 离不开人 我也没有想到家里正的会起火 如果我知道你说的是真的 我一定二话不说就回来了 裴星舟看向病房里的女儿 毛子里也忍不住浮现一丝愧疚 医生说私语她 裴星舟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我冷冷打断 我的眼神逐渐变冷 心中对裴星舟已经彻底失望 她不叫私语 也不是你的女儿 我原本悲伤空洞 眼神慢慢变得坚定 裴星舟抬眸 盐盐别说气话了 思语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 盐盐我知道你是在赌气 可怎么能把这个问题拿来开玩笑 我冷笑 裴星舟 你不是说过吗 只有叫思语的孩子才是你的女儿 可我的女儿叫暖暖 所以她不是你的女儿 更不是你跟苏语这对狗男 女用来调情的工具 合言 你话说的不要太过分了 我都说过多少遍 我跟苏语之间是清白的 裴星舟还是用那种谴责的目光看着我 我看着这样的裴星舟 心彻底失望了 我说了 离婚 你跟苏语怎么样 我都不在乎了 好 合言 你这么绝情可别后悔 你难道忘记了 你是个孤儿 到底是谁给你一个家的 裴星舟对我怒目而视 想明白了一切 我转身淡淡地看着裴星舟 我是孤儿又怎么样 什么家呀 一个你这个所谓老公 待在别的女人家里吗 裴星舟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说实话 我就想不明白 苏语不是还活着吗 你拿我女儿的名字怀念什么呀 我看向裴星舟的神情 已经变得满是厌恶 裴星舟从未对我如此对待 好 离婚就离婚 合言你不要后悔 说完他气冲冲地走了 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在过去 看保温箱里的暖暖一眼 第二天 万幸的是暖暖主治大夫告诉我 我女儿已经度过危险期 可以转入普通病房里 这让我感到无比庆幸的 只要我的暖暖还活着 我就觉得人生的希望还在 中午 我把暖暖交给我的好友照顾一会 随后就自己去了律师事务所 找律师帮我商量离婚事宜 跟裴星舟结婚这三年 婚房是我出资全款买的 就连他开的公司 也是我到处找人脉资源 忍着胃痛拼酒 帮他应酬来的 如今既然决定跟裴星舟离婚 那么暖暖的抚养权 还有属于我的财产 我都要要夺回来 负责我案子的离婚女律师 听完我的讲述后 抿了下唇 何女士 作为女人 我心疼你的遭遇 可是法律讲究的不是人情道理 更是讲究证据的地方 你明白吗 你说你先生出轨 就必须抓到实质性的证据 这样到时候才能保障 你离婚的最大利益化 我文言沉思了会 我知道 多亏了苏宇 发给我示威的那些视频 还有照片 如今都成了 我保障自己权益最好的证据 我让我的律师联系了裴星舟 跟他说了离婚的事情 裴星舟在接到律师给的离婚协议时 他气冲冲地跑到病房找我 却在看到我还有生病的暖暖时 瞬间收敛了自己的脾气 如同一个犯错的小狗一样 这是他以前跟我有争吵时 惯用的招数 只是他这一次却并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再爱他了 所以在看到他愧疚委屈的脸时 我不再有不甘跟恨 我只想把跟裴星舟的一切 快刀斩乱麻 盐盐 你是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我知道错了 如果那天我知道真的起火了 无论苏语怎么样 哪怕就算他要死了 我也一定会赶回来救你 因为你根思 裴星舟似乎想说私语 不过他似乎终于想起来 我并不喜欢他叫我女儿私语 立刻改口 盐盐 你跟暖暖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 暖暖还小 他不能没有爸爸 我冷了脸 你说的有道理 裴星舟洗上眉头 他以为我还像从前那般豪哄 立刻就原谅他了 我却认真的说道 裴星舟我们离婚 等到暖暖待了以后 若他在乎你这个父亲 想要回到你身边 我不会阻拦 更何况 裴星舟 我已经厌倦你说的这些花言巧语 其实在你心里 我们母女跟苏语孰轻孰众之间 你不是早就做了选择 而且我也不会为了暖暖友 正常家庭而妥协 我首先是我 然后才是暖暖的妈妈 而且裴星舟 暖暖由你这种爸爸说起来 还不如没有 在我们母女命悬一线时 是伟大又可敬的消防员救了我们 而你这个爸爸 正沉沦于苏语的温柔乡里 你没资格做我丈夫 也没有资格当暖暖的爸爸 毕竟你的女儿只能是叫思雨 此刻裴星舟这才知道 我是下定决心要跟她离婚了 她眼眶红了 炎炎你别这样 我们结婚三年 你就念在我们过去的感情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我如果跟苏语再有关系 就叫我天打五雷轰 裴星舟想要抱住我 却被我冷冷推开了 我不爱你了 裴星舟 我看着裴星舟 眼里再没有不甘的祈求 也不再有爱意 裴星舟 你应该看见我律师 给你发的那些证据 如今你的公司 已经快要上市了吧 你好好想想 要是你现在不同意离婚 我把这些证据爆料给媒体 你说你的那些投资人 会倾向一个道德有问题 连家事都无法处理好的人吗 我比谁都知道 公司对于裴星舟的重要性 而且裴星舟 没有那个公司 你又会变成那个 谁都瞧不起的业务员了 裴星舟文言 他眼神满是伤感 炎炎 你真的要这么无情对我吗 我听了差点想笑 裴星舟这样的人 还真是虚伪惯慧倒打一耙 要不是怕吵醒女儿 我肯定要拿病房里的扫把 给他赶出去 彼此彼此 裴星舟你知道我的手段的 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 要是你还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 那么我就在媒体上爆料 让你重新一无所有 我看着裴星舟 眼神透露出厌恶 裴星舟似乎被我眼中的厌恶伤到了 炎炎 你变了 你怎么能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听到这话 忍不住低头笑了 为什么 裴星舟自然是我以前愚蠢 现在看清了你 裴星舟你就是个虚伪令人作呕的小人 像你这种人跟苏语才是天造之和 祝福你们所死 何言 你太过分了 裴星舟红着眼眶离开了病房 我抱起已经睡醒 正在乖乖吐泡泡玩的女儿 忍不住被逗笑 可笑着笑着 我的眼泪忍不住滴在暖暖稚嫩的脸上 我将暖暖护在怀里 温柔对她说 暖暖 虽然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爸爸 可妈妈会好好保护你的 半夜三点 我收到裴星舟的电话 她答应离婚 并且从家里搬出去 可我却觉得无波无澜 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我有什么好感激她 暖暖病好了些 我就抱着暖暖 回到了家里 准备收拾东西 可没有想到 我却看到裴星舟的妈妈 跟苏语的到来 何言 听说你要跟我儿子离婚 还要分他的钱 何言你这个孤儿 怎么这么不要脸 不就是生了个丫头骗子 也敢跟我儿子离婚 要了我儿子那么多钱 裴星舟妈妈脸色刻薄 裴阿姨 你别说了 也就是和颜运气好 遇到的是星舟哥善良 要不然谁能给他钱呢 苏语故作乖巧地说 我冷下脸 裴阿姨 你怕是年纪大了 记不清了吧 当初我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连套像样的房子 都拿不出 这套房子 是我全款买下的 怎么如今就是你陪家的 还有什么 叫我贪你儿子的钱 你儿子出轨 本来该净身出户的 我如今这么做 已经足够大度 成全了我们最后的体面 裴星舟面色尴尬 似乎被我对到 无话可说 可突然她的眼神 落到暖暖身上 瞬间就如同得胜的将军一样 和颜 你离婚可以 可这丫头骗子 可是我陪家的种 她必须跟我们走 裴星舟妈妈 上手想要抢孩子 可却被我好友 姜麦穗给拦住了 比起我 我姐妹姜麦穗的脾气 就比我火爆得多 我呸 裴星舟妈妈 你还真是人老成精 什么美事 都想是你家裴念舟的 你也好意思 你难道忘记 当初要不是我家 和颜下嫁给你家废物儿子 帮她一起 开公司拉资源 哪里有你现在的养尊处优的生活 还有别整天丫头骗子的 你不是女人吗 这么嫌弃女人 你有本事变个性啊 我看就你这种重男轻女的人 注定就是个没有孙子的命 姜麦穗把裴星舟妈妈气得够呛 她拉过苏宇 谁说我没有孙子 我告诉你 苏宇已经怀孕了 我去找大师算过了 她这一胎就是孙子 我听到苏宇怀了裴星舟的孩子 更觉得心中讽刺 同时更加坚定 自己要跟裴星舟离婚 是绝对没有错的 苏宇娇羞地看了我一眼 得意地抚摸着肚子 抱歉 何颜姐 我跟星舟那天晚上 也是情不自禁 不过你不能给星舟哥生儿子 自然也不能阻止 其他人给他生儿子 而且我也是真心爱星舟的 我正了会 什么时候怀上的 苏宇娇气地抚摸肚子 我也记不得 应该是你家起火的那天晚上 哎 你这个不要脸的 姜麦穗撸起袖子 想要打苏宇 被我拦住了 行了 姜麦穗 狗咬了你一口 难不成我们还要咬他们一口吗 我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而此时 裴星舟却匆匆忙忙赶过来了 星舟 苏宇一看到他 立刻扑上去 却没有想到 被裴星舟一把推开 裴星舟的目光 自始自终 一直在我的身上 他看到我的行李箱 眼神有些慌乱 炎炎 你要去哪里 我却并不理他 而苏宇 怎么甘心被裴星舟冷落 他拽住裴星舟的手 放在自己肚子上 星舟 来摸摸你的孩子 你乱说什么 裴星舟下意识 想要否认 可却被自己妈妈揭穿 毕竟他认定 苏宇现在怀了他孙子 就差把他当成佛供起来了 星舟 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 小宇现在可是怀了你的孩子 他不比和言这个不要脸 就知道抢你钱的女人好啊 妈 我求你别说了 裴星舟慌乱地看着我 像是害怕失去什么 奄奄 我当时只是喝醉酒 然后后面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要 我却还是不等裴星舟把话说完 就把孩子交给姜麦穗 然后上前直接给了她两耳光 哎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怎么敢打我儿子 裴星舟妈妈气急败坏道 我看向她 回想起她有一次生重病时 裴星舟因为工作脱不开身 就是她口中 我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忙里忙外地照顾她 现在想来 这对母子都是一个样 白眼狼 奄奄 裴星舟愧疚地看着我 仿佛伤心地要哭了 我看向家中被火烧过的残痕 裴星舟 我们两清了 从今以后 希望你离我跟女儿远一点 说完 我拉着行李箱 越过她身边 裴星舟伸出手 似乎是想要拉我 可最后 却也只能无奈将助手 落寞蹲下痛哭 我带着暖暖 搬到离工作的公司 更近的地方 没过多久 房子就被中介卖了出去 买房的客户很好说话 知道我这房子被火烧过 也不压价 我将房子卖了150万 然后很快敲定了一个不错的小区 因为我的工作能力 我又顺利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公司 当而重新坐在自己总监办公室座椅时 我有些恍惚 但更多觉得心里安稳了些 我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则是回去带暖暖 姜麦穗都心疼我 说我每天都像个铁人一样工作这么成 可是姜麦穗不知道 现在的生活虽然累 我却感觉到心里很充实 我的目标明确 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跟暖暖更好的未来 原本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继续这样平静下去 但是我没有想到几个月后 苏宇会哭哭啼啼挺着个大肚子找到我公司来 和言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的 星周他是爱我的 可是他现在因为你 哪怕我孩子肚子这么大了都不肯娶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带着肚子的苏宇让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逐渐变得怪异起来 我醋眉 丝毫不替苏宇遮眼 苏宇 你说什么呢 明明你当小三 害得我刚生下女儿 就跟她离婚了 如今我跟女儿跟她没有关系了 她娶不娶你 管我什么事情 苏宇带着肚子跪在我身边 哭得梨花带雨 可是我怀了孩子 我差点笑了 苏宇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怀的裴星周孩子 又不是我的 你找我干什么 难不成我 还能娶你不成 周围人听到我这么说 猜到事情都真相 落到苏宇的视线满是鄙夷 天哪 没有想到这年头带小三 还能这么猖狂 和总监刚生下女儿 婚姻都因为她破裂了 她还有脸来找何总监 苏宇忍受不了鄙夷 落荒而逃 不过我还是听说 裴星周最终还是娶了苏宇 听说是因为苏宇威胁 不结婚就打掉孩子 她的妈妈实在太想要孙子了 所以以死向逼 逼自己的儿子娶了苏宇 裴星周跟苏宇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她喝得醉熏熏来找我 敲我家门 我没有理她 裴星周这样的虚伪垃圾 我不想再跟她有任何关系 裴星周将我的家门拍得啪啪作响 开门啊 严严 求你开门好不好 我累了 我想要回家了 我也想见暖暖了 开门啊 严严 我真的想回家了呀 听声音 似乎就可以听清裴星周的懊悔跟痛苦 我靠在门内 目光复杂 裴星周不知道 我们的家早就被她亲手毁掉了 我打电话让警察来赶走了她 第二天 婚礼开始 听我们共同的好友说 裴星周似乎在这场婚礼上并不开心 全程都跟参加不是自己的婚礼 而是葬礼一样 不过这些我都没有理会 小孩子的变化特别快 我的暖暖从一开始的瘦巴巴样子 到如今已经变得胖乎乎的 可爱至极 这段时间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他们说我如今离了一次婚 又带着一个女儿 要是现在趁年轻嫁出去 以后就更难了 可是我觉得以后的事情随缘就好 就算缘分未到 我跟暖暖也能很开心的生活 一转眼 暖暖已经快一岁了 可裴星周的生活 却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苏语给裴星周生下个儿子 叫裴宇 裴星周的妈妈 简直把这个孩子 宠得含在嘴里怕话了 大概是因为自己是小三上位的缘故 苏语对于裴星周极其不放心 在公司 只要有女孩跟裴星周说了几句话 都会被苏语找上门怒骂 她还闹垮了裴星周公司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 那个项目公司的负责人是女人 跟裴星周在办公室喝了杯茶而已 裴星周公司的声音一落千丈 这些十日 她总是换着号码 给我发短信 她说她想我 想暖暖 说苏语压得她喘不过气 她还说离婚时 她就明白了我在她心中的重要性 她对苏语不过就是年少的执念根不甘 可那时我已经被她伤到太深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她真的后悔了 跟我离婚的每一天 她都特别想我跟女儿 我压根不理会 甚至觉得有些隔应 我把女儿的户口迁入我现在住的房子里 并且给她改名和暖 我希望女儿人生以后的每一天 都是温暖的 苏语以为给裴家生了孙子 就可以继续这么耀武扬威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儿子出去玩的时候 出来车祸失血过多 医生说血行时 却被裴星周察觉到 裴雨可能不是她的亲儿子 生了疑心的裴星周 于是找人去查 苏语在国外的事情 这才知道 苏语在国外时 其实就已经怀上了 一个华裔的孩子 只不过那个华裔 有家事不要她 她这才回来 找裴星周接盘而已 知道真相的裴星周妈妈 当即气晕了过去 苏语眼看事情暴露 连儿子都不管了 卷了裴星周公司的款离开 却在去机场上的路上出车祸 被大货车卷入车轮丧生 裴星周的公司 原本就因为苏语闹出的那些事情 岌岌可危 现在更是因为款项流失 直接破产了 裴星周的妈妈醒来 就因为接受不了 中风了 所有的重担跟债务 全部都压在裴星周 一个人头上 她因为没有及时还上款 还被高利贷打断了右腿 再次跟裴星周相见 而是在五年后 彼时我牵着暖暖的手 暖暖正穿着我给她买的公主裙 开心跟我说 幼儿园里老师给她讲的故事 而我却注意到 那个正在垃圾桶边 一瘸一拐减肺品的男人 五年不见 裴星周似乎苍老了许多 他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 暖暖很善良 他迈着小短腿 将手中喝完的牛奶瓶子 递给裴星周 叔叔给你 裴星周下意识接过瓶子 那一刻看见了我 他似乎猜到了暖暖的身份 我看到裴星周的眼眶瞬间红了 说话都语气 也变得颤抖 哎 谢 谢谢暖暖 暖暖蹦蹦跳跳回到我身边 而裴星周则是慌张的一瘸一拐 落荒而逃 他似乎并不想我看见他 路上暖暖问我 妈妈 为什么那个叔叔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抬手捏了把暖暖的脸笑笑 可能是那个叔叔很聪明 所以猜到了吧 夕阳落在我们身上 我牵着暖暖的手 走向回家的路 故事二 结婚三年的影帝 瞒着我上恋宗 与京圈小公主激情热吻 我只是跟他演戏 你心思别太狭隘 我没再说话 隔天空降综艺 节目组问起婚恋时 我回 母胎单身 来这挑选未来老公的 那傅寻呢 我礼貌一笑 他是谁 一向冷静克制的影帝 当众黑下脸 什么时候回家 三周年纪念日 我守着满桌冷菜等复寻五小时 发出去的信息 时辰大海 正准备让保姆重热一遍 闺蜜却火急火燎打来电话 宝贝 你快上微博 你什么时候 同意复寻接恋宗了 我愣愣地点开热搜第一的视频 豪华游挺上 傅寻拥着 京圈小公主 人资吻的愈生愈死 这是心动信号 练宗上线第一天 三男三女穿着暴露 其他两队嘉宾 都是因为刚认识 不敢太靠近对方 只有他跟人资激情热吻 彼此熟悉的妙不可言 仔细一想 他早就不对劲了 我拍戏调威亚伤了妖住院时 他第二天才带着一身香水味看望我 我问他 为什么 月月 谁演戏不会受伤 这点小事非要我亲自过来吗 他朋友圈分享的夕阳 美食 猫狗 总会有一个叫Z的女生评论 猫猫好可爱啊 我送你一个吧 看着好美味 你能拿到剧组分享给我吗 他真把我亲手包的梨汤拎到剧组 分享给众人 给我的解释是 一个新家的女星 你要是对我不放心 手机随便你查 这次我平静地给他发信息 没什么想说的 对面过了两个小时才回 我在忙 月月 不是每个人像你一样没戏眼的 影帝就是这样 多给我点包容 包容 包容他跟另一个女人接吻 我忍着颤抖的指尖打字 别给我装 那边沉默几分钟 你看见热搜了 本来想晚点告诉你的 我只是跟他演戏 你心思别太狭隘 改改你胡思乱想的毛病吧 我每次都向你解释很累的 我觉得好笑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对面似乎是被问烦了 编月 你能不能给予我最基本的信任 我恍惚了 记起在童华天桥 遇见的十八岁的他 外婆去世后 父亲领着后妈 以及比我大四岁的私生子进来 父亲让我喊人 我冷脸相对 上部的台面的小三 低贱数字 父亲顺怒之下 狠狠给我了一巴掌 耳鸣 肿起得半边脸 我只愣了片刻 便抄起茶几上的烟灰缸 向他鼻梁砸去 啊 后妈的惊吓声在身后响起 逆女 出去了就别想回来 我独自坐在童华天桥上 吹凉风时 遇见了傅寻 他以为我想不开 吓得立马拉住我 他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正如我 我想当演员 却被父母说是戏字 如果我都能演戏 那猪都会跳舞了 但凭什么 我们要被别人的想法左右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永远不要先放弃自己 不要放弃自己 外婆也对我这样说过 可惜一月前 他就心脏病突发走了 那天过后 感情埋下种子 傅寻每天雷打不动 来出租屋找我 随手从兜里掏出来 大白兔奶糖 甜味却让我记了好久好久 这个真好吃 我第一次吃 他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心疼 你连他都没吃过吗 他把我紧紧拥在怀里 哽咽道 放心 你就算家里再怎么困难 只要有我不要怕 他视线落在我全球限量的名牌手表上面 你这个手表太复古 像我妈妈会戴的类型 等下我给你买个显年轻的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睛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总是在他身上找到我外婆的身影 自强不息 如身世漂泊中顽强的一棵小草 仿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能打倒他的事情 所以跟他在一起的这八年 我格外欣赏他 为他砸钱砸资源 他自己也很争气 仅用三年便掌获金马影帝奖 拿奖那天他隔着人海与我遥遥相望 用口形对我说 月月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他的事业正处上升期 而我饰演的反派角色深入网友内心被讨骂 经过双方商量后 我们暂时不打算公开恋情 谁曾想最后闹成这样 当我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心动信号现场时 弹幕一瞬间炸开了锅 哎呀 竟然是我家月姐 姐姐怎么也来上炼宗了 真服了 边月都来了 还有什么看点 炼宗真有你的 便想承认自己有剧本 你们快注意台下的傅巡 怎么感觉他看边月的眼神 有点奇怪 楼上说什么呢 我们家傅影帝 可是昨天才跟人资妹妹 情难自意接吻了 她怎么可能喜欢黑料缠身的绿茶 一看就是边月单相思 死缠烂打 追求傅影帝 台上 主持人手里捏着卡片念台词 问我 请问边小姐 是什么原因让您参加炼宗呢 圈内有传闻你已隐婚 是否聚实 我忽略那道灼热的视线 缓缓道 本人母胎单身 来这是挑选未来老公的 话音刚落 人群中那道视线 快要把我看穿出一个洞 多大的脸 还挑选老公 她是世界女王啊 楼上的 知道同华集团吧 是里最牛逼的集团 名下拥有数不尽的产业链 集团老总是她爸 人家财阀千金 男方都是坠婿 确实可以称得上女王 也就是说来这链宗 都是委屈她了 真是千金还来娱乐圈找女婿 主持人继续问 那傅巡呢 我目光不动声色 掠过台下的傅巡 她漆黑深邃眸子 此刻正紧紧锁定着我 仿佛在等着我的回答 可我礼貌一笑 面不改色地回答 她是谁 太假了吧 连傅影帝不认识 编月应该只是想表达 她跟傅巡不熟的样子 Strong姐 等等你们快别骂了 快看傅巡 她有点不对劲啊 傅巡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 瞬间黑了脸 她死死盯着我 咬牙切齿 编月 你真要这样对我 警号影帝师太 警号编月剑女 警号谁都不能拆我子薰CP 这三条直冲热搜榜前三 但只待了两个小时 就被节目组紧急砸钱撤掉 这背后什么惊天大瓜 傅巡为什么要对编月说那样的话 有没有一种可能 傅巡单恋编月 大胆点想 万一是真情侣呢 傅巡出轨认资 编月真心喂狗 故意这样记他 赏着恋宗就是为了隔应那狗男女的 楼上你骂谁狗呢 谁不知道当初编月在路边跪着 求复巡要微信的可怜样啊 我丢 这又是什么挂 UP主月求新 三月四日报出来的视频 自己去看 我看过 真是编绿茶死缠烂打影币 又是蹭上热度了小姐姐 恶心 真给我们女人丢脸 没男人活不了吗 我关掉手机 眼不见心不烦 寻着房间号 打算回房 却不想 被人抵在走廊墙角 为什么不乖乖待在家 到这里来 傅巡攥着我的手腕 不让我走 我冷着脸 放手 就把戏玩不腻吗 参加练宗 让我吃醋 我使劲 没抽出来 深吸了口气 离婚协议书 明天律师 就会拟定给你 傅巡突然收紧我的手腕 我不同意离婚 你不就是因为 我跟别的女人 接吻不爽吗 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你等我 别跟我卖关子 我并不想知道 我冷声打断她 昏黄的灯光 引掉覆寻半边 森然又狠利的面容 片刻后 悠悠的声音响起 边月 你像以前那样依赖我 不行吗 外婆去世的那段时间 我接受不了 像个小女生一样 十分依赖她 她的生活习惯 口吻行径 都跟外婆很像 有时我甚至在想 她是不是外婆 派下来陪我的 但后来 我渐渐习惯 亲人离世的伤痛 便没再像以前痛个惊 都要她抱抱 人资没有你要强 她会让我感到 自己是被需要的 我没回她 她气得俯下身 坐视稳下来 我拼命挣扎 唇差点贴上时 身侧 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把我往后一拉 瞬间拉开了身位 傅寻 没想到你私底下 喜欢强迫良语啊 陈正经狭长的眼尾 微微眯起 低声问我 你没受到惊吓吧 我摇了摇头 傅寻看见她的出现 下额更紧绷 少管闲事 她上前还要拉我 陈正经冷脸 挡在我面前 还嫌热搜 没发酵够吗 傅寻身形一顿 是现在我跟陈正经 之中徘徊 编月 我相信 你不会真正离开我 明天 节目组会让我们挑选 自己心仪搭档 做任务 记得选我 知道吗 我骂她 你有病 她只当没听见 乖 别惹我生气 这时 傅寻的手机 铃声响起 她低头看了眼 接通 傅哥哥 我好难受 你在哪 人资切生生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我马上过来 傅寻挂断电话 只匆匆看了我一眼 最后还是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注视她远去的背影 扯了扯嘴角 看向陈正经 多谢 陈正经已靠在墙 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真打算和她离婚 陈正经正了正身子 谋中闪烁 原因 我微微挑眉 好整以侠地看着她 你是想要一个机会 还是一个答案 京圈全是滔天的太子爷 为我解围 本身就引人深思 两个都想要 可以吗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陈正经直勾勾盯着我 编阅 选我吧 我演技不好 没有她能装 怎么 你还真看上我了 是 理由 我们平时只见过三次面吧 没等她回话 我猜测 又是等我等了很多年的男儿 她忍俊不禁 当然不是 再说吧 丢下这句话 我便离开了 第二天 导演让嘉宾们选心动对象 没被异性选择的人 将受到惩罚 很快 众人选完 只剩下我跟附巡 陈正经三人没选 我思索一番 才对着镜头从容道 我选复巡 大姐要不要点脸呢 没看见人资妹妹 先选了复影帝吗 舔狗赶紧死一边去 你们发现没 本来嘉宾们是三男三女 刚好凑一对 但因为编阅这个资本老 变成四女 说明总有一个女生落单 笑死了 编阅你怎么孤立他们六个人呢 坐等哥哥打脸死绿茶 复寻深会的目光 我身上停留几秒 随后一开 大漠开口 人资挺好的 结果显而易见 哈哈哈哈 我就说 哥哥不可能 喜欢编阅吧 快快快 太子爷选谁呀 只要他也不选编阅 那编阅真要一个人了 坐等哥哥打脸加二 镜头对准陈正经 他风轻云淡 轻轻吐出两字 编阅 弹幕安静了 那个 我是不是听错了 有钱爷 你要是被迫的 你就眨眨眼 就我一个人 觉得有点不对劲吗 昨天陈正经一个女嘉宾 都没选 一直独来独往 今天编阅一来 他就迫不及待选她了 陈正经这话一出 我看向沙发上 那位落单的女生 心尽小花神晚 她朝我微微一笑 恭喜 导演功不惩罚 请神晚自罚酒一杯 神晚举杯一饮而尽 现在请各位嘉宾 独自完成一份午餐 节目组搬来食材 调料 围裙 陈正经修长的手指 拎着围裙 眉峰一条 穿上 我点头 她的手绕过我腰 若有若无的触碰感 激起一丝连衣 倒计时最后一分钟 我刚好做完一道尖胶兔 端上餐桌时 弹幕爆笑如雷 救命 这卖相也太普通了吧 好歹是个千金 你们豪门就吃这种东西吗 同样出身豪门 人妹妹做得就好香啊 土狗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想吃 我看了眼人资手上的 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 确实比我这个高级漂亮 人资甜甜地笑 谢谢大家喜欢 这是我家私人厨子教我的 好羡慕啊 地球上多我一个有钱人 会毁灭吗 人资妹妹真贤惠 其余人跟着附和 只有附寻向我投来复杂的目光 她紧敏唇 斟酌半刻 最终迈步向我走过来 别吃这个了 我这里有多的一份 她想倒掉 我拍开她手 滚 复寻神色一将 陈正经凑近我 漫步惊心道 我尝尝 筷子粘起一块肉 别吃啊 爷 小心毒死 可陈正经义无反顾 往嘴里送 拒绝 眼前一亮 口感很软嫩 很好吃 是有什么秘方吗 我笑了笑 这是我外婆去世前 传授我的独家秘方 学做饭那天 十岁的我总是笨手笨脚 不是背邮件 就是把菜超糊 外婆说 做饭这么简单都不会 以后怎么掌管公司 外婆 女孩子管公司好累哦 以后交给自己的老公不好吗 可外婆给我了不轻不重的一击 小月 永远不要依靠任何人 靠自己才是王道 那依靠外婆都不行吗 那个时候的我不懂 母亲早逝 父亲冷淡 只有外婆疼我 我总是想要她多陪陪我 多教教我 所以她在时 我总是不认真学做饭 但现在再也没有人 不厌其烦地教我了 外婆 你走之前 是不是还在怪我装笨呢 真遗憾 还没让你吃上我做的饭呢 你们别骂边月了 要骂就骂我吧 呜呜呜 够了 我心疼她 其实边月真没什么黑料 被营销号洗脑了 她为人礼貌低调 除了有点恋爱脑 公司又在立可怜人设了 能不能别一张嘴就是造谣 人家外婆真走了 互联网上少点恶意吧 到了晚上 节目组让跟自己的搭档 睡同一张床 我没什么反应 陈正经也没什么反应 倒是傅巡坐不住了 她疯了班找过来 编月 你不能跟她睡一起 傅巡的脚死死抵在玄关处 眼底一片星红 近乎失控 你不是最爱我的吗 为什么被别的男人三言两语 就拐走了 你跟我出来 还没走几步 陈正经出现 将我拉到她怀中 头顶冰冷到极点的嗓音 傅巡 范剑也要注意分寸 这是第几次了 陈正经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 傅巡不屑冷笑 看向我 月月 你以为她这个接盘侠 就是什么好人吗 我跟人资的绯闻 就是她煽风点火 让人送上热搜的 我怕你看见不开心 还砸钱想撤下来 可最终 我没她全是大 她就是故意 想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 这么一个心机难在你身边 你迟早会被她拿捏 我问陈正经 是吗 是 我承认 陈正经无奈揉了揉我的脑袋 你先进去 我跟她说说 我按住她 平静地看向傅巡 你说她不是好人 那你就对得起我了吗 主月球心 是不是你的小号 傅巡明显一正 我吃笑 月球心 月球巡 傅巡 你可真会取名了 在网友们差点发现 你移情别恋真相时 引导舆论污蔑我 你敢说 那晚是我在向你要微信 那天 分明是我跟傅巡刚在一起的日子 看完电影出来 我的腹部涌出一股热流 疼痛难忍 我蹲在路边减小痛感 傅巡买完部落分回来 焦急想把我拉起来 结果我蹲太久腿麻 便直直跪下去了 配上我那张痛苦的脸蛋 要多少故事 就能编多少故事 傅巡脸上的血色 惨白全无 对不起月月 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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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既要又要 你只是想体现你的大男子主义 你只是整个人都散发着恶心的气息 发现我的黑粉 也有傅巡的那一天 正是我跟他的三周年纪念日 那时 我就下定决心 跟他离婚 这八年的感情 终究是错付 陈正经将傅巡彻底赶了出去 我坐在床上 看到陈正经欲言又止 摆了摆手 不用多说 我早就放下了 抱歉 我拍了拍柔软的枕头 对他一笑 别想了 不困吗 陈正经迈不过来 正要说话 门外传来摄影大哥 敲门的声音 打扰了 节目组要求脱掉对方的一件衣服 请两位老师提前准备 我们马上直播 浴室传出花花的水声 我只感觉脸蛋好热好热 来了来了 心动信号总算开播了 编月脸怎么这么红啊 是害羞了吗 这个导演能处 有时他是真答应 哈哈哈哈 谁想得脱衣服这损招啊 编月公开 让我跟太子爷演两集 门开 陈正经下身只穿了一件浴袍 裸露的腹肌线条分明 浓密的黑发往下滴水 他嘴角擒着罪人的笑意 可以开始了吗 我说话太慌 我先走了 我要笑死了 陈正经身上就一件浴袍 这件脱了还能拨吗 我说有钱也你别太心机 看透且说破哈哈哈哈 对不起 我有点磕到了 这都能磕 孩子爱咋磕就咋磕呗 陈正经在我身边坐下 细血勾唇 不动手吗 我动作缓慢地勾住 被卷起的浴袍 不小心碰他某处 他发出一声闷哼 很勾人 灼热的视线 差点把我烫伤 我深吸口气 不行 怎么了 陈正经声音哑地 向背糊了一层纱纸 还是你脱我的外套吧 规则有逻辑漏洞 节目组只说了 脱对方衣服 但没有明确 是女方脱男方 也没有强制要求 互脱 陈正经胸腔 发出一声闷笑 好 他利落地脱下 我的皮夹克 在我的肩上 用力摁了摁 步伐略显慌乱地 进了浴室 不想做苗董女孩了 差评 凭什么不能给我 尊贵的VIP看 这结果真令人公寒 陈正经再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盖好被子睡着了 不知道门外正在 激烈对峙中 你争不过我 月月只是在生气 等他气消 他就会原谅我 摄像头没拍到的地方 两个大男人 站在夜幕里 气息进行 无声地碰撞 陈正经不置可否 哦 是吗 当然 我过生日 他为我买下一套海岛 我喜欢的一家 黄焖鸡米饭 他便高价雇佣老板 当我的专属厨师 真是的 他从前就这么惦记着我 陈正经挑眉 看来他过去是真的对你很好 陈寻明显很受用 对 真羡慕你 编月虽然不会这样对我 但我始依旧愿意为他无私奉献 你觉得他是为你买下一套海岛的附加千金 可我认为他的家让他活得很不开心 如果是我 我会帮他分担这些痛苦 而不是一味地仗着他对我无条件的爱 在别人面前沾沾自喜 傅寻脸色骤然一变 他这么爱你 那他怎么还会离开你 陈正经嫌疑着他 嘴角几分嘲讽 傅寻 别他妈再来烦他 睡醒后 陈正经没在床上 我在厨房看到他在准备早饭 一见到我 他给我端来一盘尖椒兔 你尝尝 看看跟你外婆的有何不同 我郑住 你怎么做这个了 你以后要是拍戏累了 又想念外婆饭菜的味道 可以让我做 刚从楼梯走下来的人子听见这话 朝我笑着走过来 陈哥哥对姐姐真是痴情啊 我冷淡地瞥向他 姐姐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谈谈 到了一处没人的绿音小道 人子脸上的笑意再也维持不住 为什么你都有陈正经了 还不放过傅哥哥 妹妹 我什么时候纠缠过他了 人子插腰气鼓鼓 你这个小三 插足我跟哥哥的感情 你真的坏透了 我脸色冷下来 你智商是不是和齐带一起被剪了 真正的小三都敢倒打一耙了 人子没料到 我说话这么难听 你胡说 不被爱的 不被爱的 才是小三 我抽了抽嘴角 我说你们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句话 能不能换个词说 她的爱很值钱吗 我为什么要在意 一个男人爱不爱我 被他爱是很盛大的荣耀吗 小公主 人子听傻了 我倒是有些疑惑 她为什么会觉得 我才是小三 难道 任资真不是知三当三 我向她陈述了 我跟傅巡的事 她听完 脸色红了红 羞愧不已 姐姐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 傅哥哥结婚了 是了 傅巡向她 隐瞒了她结婚的事实 人资好歹是任家 最得宠的小女儿 不至于为了 抢一个男人 把自己逼得像个恶毒女配 傅哥 傅巡说后面会娶我 现在看来 她的话是最不可信的 我脑子突然闪过一丝念头 她太可恶了 欺骗我这么久 我要回去告诉爸爸 认姿气冲冲地跺脚离开 我注视她远去的背影 陷入沉思 这几天 嘉宾们要去危爱海岛旅行 好巧不巧 这座岛就是我送给傅巡的生日礼物 一路上 陈正经都不太高兴 我歪头 怎么 吃醋了 没有 他硬邦邦地说 我被逗笑了 我可以补偿你 你想要什么 私人飞机 豪华别墅 还是 我想要你 陈正经长臂还住我的腰 将我抱到他身上 可以吗 我在他脸上亲了口 满意了吧 下一秒 我被扣住后脑 他的吻带着惩罚又汹涌的爱意 下车后 陈正经温柔地替我整了整凌乱的发丝 这一幕 刚好落入傅巡的视野 他紧了紧身侧的拳头 月月 我只当没听见 挽着陈正经从他身边经过 恰逢 心动信号开拨了 户外炎热 我换了一身清凉的衣服 人资穿得保守 总算拨了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些 球边越大雷叫成 不愧是绿茶 穿得这么风骚 是想勾引谁呀 还是我认妹妹怪 人资看见网友们对我的评价 促起好看的美 大家都不许说我月姐姐 穿衣自由 还要我教你们吗 我对他感谢一笑 就在大家都以为是来海岛玩耍时 导演宣布了一个坏消息 为了增强节目看点 现在 海岛旅行变成荒岛求生 祝各位好运 众人愣了 心里多多少少有点不满 毕竟 这跟剧本里写的不一样 但碍于镜头 明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节目组给美人颁发个人任务 我跟人资的任务 是去西边寻找物资 陈正经则是东边清扫落叶 临走前 陈正经摸了摸我的脑袋 注意安全 我点点头 太子爷眼里的爱意 都要溢出来我的天 纯路人 练宗看到现在 感觉编越这一队好好磕呀 你把我子熏CP放哪 你们不觉得任妹妹对影帝 有点冷漠了吗 会不会私底下吵架了呀 人资给我递来名牌包包 揭树上揭果子 月姐姐 你小心点 人资在树下担忧地望着我 没事 爬树 这项本事我从小就在行 落地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 带着人资往茂密的树林里走 走到一半 突然发现前方是陡坡 几乎成九十度 危险指数很高 姐姐 还要过去吗 对面是漫山遍野的桃金羊 一片灿烂 可我还没回人资 突然 身后被人用力一推 我脚下瞬间失重 从陡坡最高处直直摔下去 边月 有人惊慌地喊道 我昏迷了三天 再醒来 脑袋 胳膊 腿被白布牢牢包裹着 动弹不得 我尝试动了动胳膊 却疼得嘶了声 站在窗前打电话的陈正经 听见动静 立马转过身 焦急询问 边月 你终于醒了 我真没用害你受伤 感觉怎么样 饿不饿 可不可 要不要喊医生 算了 我还是去喊 我虚弱出声 我没事 陈正经 睫毛颤了颤 眼圈泛红 对不起 我不应该离你那么远 我一愣 他哭了 他好像真的很害怕 我会死一样 我无奈叹息 别哭了 我抱不到你 陈正经顿住 那幽暗的眼神 牢牢锁定我 你看见 陈正经 抹掉一把泪 你这话题 转变得太生硬了 我甘笑两声 他为救你摔断了腿 到现在还昏迷着 说到这 陈正经 鸡巢 他倒是卖上惨了 我呕了声 我不会去看他 我巴不得你不去 我被陈正经的敌意 逗笑了 这么讨厌他 好事都让他做了 显得我多没用 这个不是好事 怎么说 因为 害我滑坡的也是他 摔倒前 我匆匆回头看去 入眼的是 傅巡把我推下去的手臂 冰冷又带着满满的恶意 他故意置我于陷阱 又装出 为救我而受伤的模样 让我为之动容 真是恶心至极 陈正经操起一根棍子 脸色阴沉 就要往门外走去 我立即喊住他 你去干什么 我去杀了他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不用插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陈正经眼眶发红 嘶哑着嗓音 你知不知道 你昏迷这么久 我真的以为你要死了 我不想再遭受这种 撕心裂肺的痛了 为什么我爱的人都会离开 我受够了 他的情绪难得地爆发了 身子指不住颤抖 我失神地正在原地 半晌 我问他 你也经历过最亲的人 离去的痛吗 他痛苦地闭了闭眼 没开口 我伤好后 去看望了傅巡 他伤得比我严重多了 坐在轮椅上 修长的双腿无力地垂落 手臂红痕斑驳 俊美的脸蛋 也被擦出一道伤痕 破响了 傅巡 他轻轻扯了一丝嘴角 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不是 我走过去 递给他离婚协议书 签字吧 傅巡瞳孔咒缩 急切道 月月 我不是故意的 我并不是真想要你摔 签字 他身旁的助理 实相地递给他笔 傅巡的手指蜷缩了一下 喉咙一团酸涩 好 必停 我拿起协议书就要离开 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月月 关于人资的事 我只是在利用他往上爬 我想拿下任家 成为他们的继承人 获得跟你并肩站的机会 你像天边皎洁的月亮 太高高在上了 我们家境太悬殊了 即使我是众星拱月的影帝 可我始终过不去这个坎 我只能靠这点下流的手段 他是在解释之前的所作所为 可我早就知道了 在人资说他会娶他时 我就知道傅巡打的什么算盘 我转过头 冷漠地盯着他 哦 我懂了 然后呢 傅巡嗓音音哑哑浑浊 没有了 过去 当他得知我是同华集团千金时 他表面没有什么反应 可我买了好看的手链 向他分享喜悦时 他说 你手上这几条手链 都是我三个月的工资 我觉得很可爱的小玩偶 想买回家时 他说 能不买这些不实用的东西吗 你们富豪圈的世界 我搞不懂 身上穿着价值七位数的小裙子 我第一时间给他看 想得到他的夸奖 他却说 你是真的有钱 渐渐地 我觉得心累 他或许也察觉到了 于是走了人资这条路 但不管是什么 这都不是他伤害我的理由 回到家后 我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 再把一直藏在衣服上的小型摄像头 拷贝到电脑上 等一切准备就绪 我上了微博 将它们彻底曝光在网上 隐婚 婚内出轨 以及离婚 发出去不过一分钟 微博就报了 网友们对傅巡口诛笔伐 还有很多人跑到私信跟我道歉 我的妈 边月真跟傅巡在一起过呀 我为之前的鲁莽道歉 呜呜 就我一个人心疼边月吗 他最好的八年青春喂狗了 真他妈恶心 为了让边月回心转意 甚至不惜利用他的安全 这真是我见过最贱的 贱男能不能全他妈滚出差呢 还在病房里解释个鸡毛啊 以脱粉并回彩 太好了 你们都脱粉吧 这样赋影帝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不是他的粉 看你们骂一天了 我都有点可怜复询了 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爱男派对 楼上的两个这么喜欢他 怎么不把他身体切片 一人一条胳膊腿呀 不爽死你们 论坛吵得热火朝天 我满不在意地往下翻了翻 这时 看见几条醒目的评论 你们发现没 太子爷始终对边月不离不弃啊 练宗上还不明显吗 京爷他真的我哭死 太护妻了 新的热搜又出现了 井号陈月CP 高高悬挂榜第一 直接越过复询的词条 网友们各书几件 陈正经人间值得 编月你不拿下吗 我还是更希望编月独美 不是婚姻失败了 就要另一个男人来拯救的 如果我是边月 我会跟陈正经结婚 我就喜欢 有人陪我过完一生的日子 虽然但是 你们凭什么认为 陈正经会要离过婚的女人 当晚 陈正经亲自下场 直接大号艾特这个人 你是我 目前处于追求阶段 别打扰到他 由于节目组的失职 心动信号也没法继续播了 这几天 我回了一趟边家 一进门 我便看到 我那名义上的哥哥 跪在地上 被父亲使手指三根粗的皮鞭抽打 边家几十年的底蕴 都要败在你身上 那个穷酸女大就那么好 值得你跟她私奔 我淡定地绕过他们 翘起二郎腿 靠坐在沙发上 你回来干什么 父亲警惕地盯着我 回来继承家产的 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没 父亲真是老了 忘了我才是外婆遗嘱上真正的继承人 这些年 同华集团在父亲的治理下 公司营业额直线下滑 过得一年不如一年 同华集团是外婆一手创办的 她睡过狭窄昏暗的地下室 啃过一个月几毛钱的馒头 为了一个项目 累到住进医院过 我不能让外婆毕生的心血白费 更不能放任一个数字 抢占属于我的位置 从前的我年龄太小 没有筹码 而父亲拥有一众的拥随者 只能眼睁睁 让他们夺走了 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但现在不同 我有陈正经 陈家百年底蕴 比边家更知凡夜貌 商业联姻 可以助我达成目的 没错 我就是在利用陈正经 我参加练宗 就是为了他而来的 担心意图太明显 挑选心动嘉宾时 我故意没选他 而选了傅巡 欲聚还赢 欲勤故纵 这不是他们公子哥 最喜欢的招数吗 只不过 我还没使出什么手段 他便自己送上门来了 手机振动 是陈正经发的消息 首先 我长得还行 带出去不会给你丢脸 其次 我很有钱 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 最后 我经常运动 身体素质包棒的 那啥很猛 编月 真的不答应我吗 我笑出了声 给他回复一个好 你笑什么 一月后 是我的婚礼 来不来随你们 父亲愣住了 我跟陈正经的订婚消息 很快传遍整个圈子 双腿瘫痪的傅巡 听见这个消息 气得差点跳起来 他急切地给我发消息 月月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知道我并没有真正的出轨 为什么紧紧跟别的女人接吻这一条 你就要把我判死刑 我直接拉黑了他 他不死心 硬生生手推轮椅 吃力地挪着走了十公里 找到一位当地最有名的开锁大师 傅巡捧着手机 这个女孩朋友圈锁了 帮我打开 大师淡淡瞥了一眼 可以 但是怎么证明是你的呢 看到这条视频都能冲上热搜时 我有些无语 网友 古希腊掌管追妻的神都没他神 走吧你 跟有病似的 又追妻火葬场了歌 边月又要被闺蜜笑一段时间了 边月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事实确实如此 闺蜜满瓶的哈哈哈哈 吵得我头疼 你前夫哥啥时候 变这么好玩了 跟我玩狗一样 癫癫的 你可别恶心我了 我索性下了微博 这时 有一个昵称 叫F添加我 你好 我是傅巡的朋友 他现在在酒吧醉得不省人事 嘴里一直喊你的名字 你能过来接一下他吗 我还没回复 对面几万块转账过来 明天你生日 准备怎么过 跟我求你跟傅巡一起过 我皱了皱眉 当然是跟正经一起过 对面没回了 结婚那天 陈正经请了众多一线明星视频祝福 在商业街大屏上循环播放 几十架直升机高高悬挂在半空中 五彩斑斓的横条刻着我名字 盛大又高调 陈正经爱特那个黑粉 是的 我结婚了 你怎么知道 我娶到了最想娶的人 我的老婆真漂亮 远在天边的附巡 气得徒手把杯子捏碎了 婚礼正常流程结束后 我眼尖地发现台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沈婉笑得灿烂 轻腻地挽上我的胳膊 嫂子 你是正经妹妹 对啊 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炼宗上落单的女生 没想到她居然是陈正经安排的人 原来陈正经早就在等着我上炼宗了 为什么这么笃定我会参加 这次不行 还有下次 总会成功的 我一直等你 夜晚 我哭声支离破碎 我厉害还是复寻厉害 一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提她吗 陈正经唇角微翘 一夜无眠 婚后第三年 我有了孩子 陈正经欣喜若狂 当即买了一套劳斯莱斯 当作孩子的出生礼 圈子里的朋友也都送了不少礼 直到看见一个署名叫F的 送了一件裁缝着月亮的儿童外套 我有些恍惚 问身边的朋友 复寻这三年在干什么 不知道 你还放不下她吗 我没悔 国外的复寻 不知道从哪听闻这个消息 立马吩咐助理收拾行李 她今天打听我的下落了 追回月月 我觉得我还有戏 她的兄弟 对 今晚马戏团有你的戏 人家都显怀了 你还没释怀呢 哥 你还不知道 编月下一句吧 她只是想确认 你死没死 一切尘埃落定 陈正经突然向我 坦白了一件事 她站在床前 双手紧握 表情仿佛在挣扎 曾经我有一个很爱的人 但她车祸去世了 编月 你 跟她很像 我不急不徐地问 你的意思是 我是她的替身 她没有出生 可我知道答案了 天底下 本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替身不替身的 我无所谓 因为我不爱她呀 她以为我接近她时 没有探查她的底吗 我早就知道 她有一位死去的初恋 但我需要她 助我夺回家产 所以她心里藏着别人 我也不在意 想到这 我淡然地笑了笑 其实你也没有多爱她吧 不然 你怎么会找替身 我去墓地 看望了奶外婆 白菊花 还有外婆 喜欢吃的抹茶 味冰淇淋 小学的我买了一支冰淇淋 欢欢喜喜回家时 却被门口的父亲 一手打掉 就知道吃 你也只配吃这些便宜货 我不懂 为什么爸爸这么讨厌我 我哭了出来 爸爸嫌我吵 上前想打我 外婆站出来 护在我的身前 我还没死呢 你再敢这样 对小月 拼出这条老命 我也要把你先弄死 外婆告诉我 你爸爸是坠婿 他一边享受着 无尽的财富 一边又看不惯 别人对他的指指点点 把气派出 把气派在无辜的你身上 你妈妈想要离婚 可还没来得及 生病走了 那天 外婆给我买了很多冰淇淋 一一储藏在冰柜里 我从里面拿了一支抹茶味的 递给奶奶 外婆笑着接过 小月真体贴 其实 外婆不是多喜欢抹茶味的 她只是喜欢我给她的所有东西 我将它们一起摆在地上 外婆 你的女婿没用 童华我拿回来了 我做到了 你能回来看看我吗 清明节祭奠你时 火苗烧到我的指尖 是不是你在触摸我呀 鼻尖一酸 一颗颗豆大的泪珠坠落 外婆 谁喜欢对着冰冷的墓碑说话呀 我好想你呀 很想很想 小孩满月那天 傅寻找了过来 几年没见 她不再是万人敬仰的影帝 眼下布满皱纹 面色苍白 憔悴不堪 再无往日的神采 相反 我被陈正经养的身材 更加风鱼 容光焕发 有事吗 我礼貌又疏离 没 我只是想见见你 她苦笑一声 许是觉得 这话也有些不妥 这是最后一次 见完了 你可以滚了 这几年 我一直收到 傅寻问候的书信 可我一夜都没看 就吩咐保姆 丢进垃圾桶 我示意庸人关门 复寻急切道 等等 她未说完的话 隔绝在门后 夫人 外面下暴雨了 我坐在书房 我坐在书房看书 头也不抬的 恩了声 可傅先生 还在外面 我淡淡地 扫了管家一眼 你话挺多 管家闭嘴了 天空阴沉 滂沱大雨 傅寻在外面 淋了一天的雨 双腿落下病根 每逢雨季 膝盖变冷得发僵 直到昏迷被送进医院 感冒好了点 她便又在大门外等着 反反复复 一年又一年 等我回头 等我原谅她 等我看她一眼 可我这个人 向来爱得起 放得下 请不吝点赞